五一高中生命案 深遠群眾在法院前包圍了下姓配偶 但對方僅跟著律師 不發異語快速撤離 台中地院針對假結婚 偽造文書案 傳喚下姓配偶 也首度找來三名證人 證人一共兩男一女 其中一對是新婚未滿一年的夫婦 他們跟下姓配偶同一天到護政事務所登記結婚 找朋友來當見證人 被下男攔助 拜託他們簽名 基於好意就幫了這個忙 等到簽完名 才知道下姓配偶的伴侶是賴小弟 而開庭時 審判長秀出了部分起訴內容 意外揭開了賴姓高中生與下家互動過程 就在命案前關鍵29天 從去年4月6號 賴阿公在家中跌倒開始 兩天過後 賴小弟把30筆房產土地權壯 交給了下姓代書 也就是下姓配偶的父親 23號賴阿公過世 賴姓高中生一度想把權壯拿回來 但被下家說服 5月3號生賴阿公的告別式 隔天就發生了墜樓案 至今30筆土地房產權壯 還在下家手中 賴小弟生母委託的律師 曾要求對方返還 但表示下姓配偶的父親認為 法律判決尚未有結果 加上他兒子因為配偶身份 也有繼承權 萬一將權壯交付出來 認為兒子會反告他 至今仍不願將賴阿公 留下的大筆遺產給交出來 而3月18將再開審理庭 傳喚案件關係人鬥闖 三地新聞中整治理界 台中報導